这样的好处就是呢 还是一排在手上面 这手呢 就是手指夹住三两三个斗 这样子 上次给朋友们说啊 初学撒网的 你一定要理解啊 这撒网它不是靠蛮力 撒网它是靠一个技巧 力量呢当然要 但是它靠技巧啊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拍一个什么呀 拍一个这个李网的视频啊 李网的视频常见有呢 有那么几种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 我把常用的三种的 给大家拍一下啊 第一种 第一种李网的视频呢 就是像这种啊 网直接提上来以后啊 直接这边呢 开个兜门 网也不去仔细理 这种就是把这个底缸什么的啊 底缸 底缸找出来 顶头缸找出来啊 然后呢从这边呢啊 从这边从左往右 这样子理 这样子理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的啊 你可能感觉别人呢 就是这边随便抓抓 其实它不是这么随便抓 最好要做到呢呢 手去静一点 这种抓的时候啊 它也要做到 这线子夹在虎口里面夹成一排啊 因为这样子李网手动来动去啊 虎口里面的线子它容易乱 这样李网呢 就不容易掌握 你来离去啊 不容易掌握容易乱 这样子撒网的时候呢 好 来 稍微转一段 这样子撒网的时候啊 这网里的平头网 因为我们新手撒网 一个是技巧不够 第二个呢力量不够 平头网很难撒开 不好撒 而且有时候这样子李网哈 这网呀它卡在一起啊 撒的时候呢很难撒 嗯 很难撒哈 看到吧 这网它就容易撒不圆 很多朋友说 为什么撒网撒不圆 撒网想要撒圆 你首先呢 从李网上面要从解决掉 李网解决 解决要解决掉啊 所以像这样子解网 你稍微虎口夹不紧 它就容易缠在一起 不好撒哈 这种解网 呃对于我们撒 撒网来讲呢 是不太有利 不太有利 尽量呢尽量避免吧 但是说这个 这样子用的也是可以用的 那我们在下面来 介绍另一种李网的方法 来看哈 这个李网的方法的时候呢 把这网哈 提上来以后呢 手这么一拖啊 把这网啊摆在面前 摆成一个一排 就这一排就行啊 下面看着李 李的时候呢呢 镜头近一点 李的时候看着右手的动作啊 这右手啊 手指捏这个网线 你看这网啊 它下面掉这个兜 都是一排一排这个啊 几根几根线在一起这种的啊 这样子一捏 往往一抖 往一抖啊 从侧面看一下 从侧面看一下 看我的手 从侧面看一下 这手怎么弄的啊 往往这么一 往往这么一甩啊 这种动作 你看像不像那个 古装电视剧上 那楼上的小姐姐 来呀 来呀 那个挥手绢的啊 就这种感觉 往往呢 往往用手外用力 提前用手外用力 往往一撩 一撩 左手往上一抬 这样子啊 里面有垃圾 从左往右 往往一撩 左手一抬 一抬这样子 坠着的刚好朝向中间 来 前面我再拍 看到吗 啊 这样子哈 来 右手 右手 记得要是手腕用力啊 是一定要手腕用力 很多朋友他学的时候呢 手腕上这样提 这样子提 拿着网 离里不好 一定要手腕用力 往前抖 这样离好以后 把这往里撑一排 里撑一排的网 它就下边什么剪网啊 就特别容易啊 像这种剪网的话 想把它剪成斜面啊 就特别简单 来看看啊 来 夹住了啊 是吧 往上面带着走 遇到叠在一起的 现在呢 手指拨一下啊 这样的网 特别容易剪成一排 最后拿起来挤着兜啊 这样的网 它就是一排在手指里面 对吧 所以说这种离网 非常简单 特别容易上手啊 这样子离的网啊 撒起来特别容易了 一摆啊 一撒 是吧 特别容易撒啊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推荐呢 是这种离网的手法 除此之外 经常在河里面撒网抓鱼的时候 因为河边呢 杂草丛生 啊 离网的不好理 没那么大地方 那怎么理呢 那可以看这样子哈 把这网收上来以后哈 一坨收上来以后 不管的哈 一坨就一坨 手把上面盘 盘几圈 抓着手大概离这边啊 离个五十厘米左右啊 把这网放在这儿啊 然后呢 拉出来两个兜 这样子呢 提着网兜 提着下面的线 往这边放啊 从左往右排列 坨子呢 六位 六位有点压在一起 不用管它 无所谓 这样子做的好处 就是一边把这网离好了 一边可以把这个 里边的垃圾呢 给它摘掉啊 这样子非常方便 啊 看到没有 这样子网尖好以后呢 它形成一排 坨子有点小重叠 无所谓 最后这边呢 你可以稍微修整修整哈 刚才接网的时候呢 忘记把它剪进去了 啊 这样子剪成一排 剪网啊 开凳门 剪的时候来 还是一样的哈 来 手指拨的时候 把这线子啊 把它拨开啊 那最后拿下三个的 拿下摇摇 这样的好处就是呢 还是一排在手上面 啊 这手呢 就是手指夹住 两三个凳 来 这样子上的 啊 这样子也很容易撒 是吧 刚才出来太激动了 手绳没带 网就不下水了 大体呢 就这意思啊 今天重点就是告诉大家 李网怎么理 李网学会了 明天呢 拍剪网 啊 每个戏屏啊 你看仔细 看透了 学起来很容易啊 那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